2018世界杯。 战况速到,英格兰霸气二连胜。 阿根廷出现要靠奇迹。 2018世界杯出现形式分析。 运动。 C组。 已出现,法国有机会出现,澳洲。 丹麦已出局,毕录。 C组。 排名。 国家。 胜。 和。 负。 得球。 失球。 得失球差。 几分。 1. 法国。 2. 1. 0. 3. 1. 2. 7. 2. 丹麦。 1. 2. 0. 2. 1. 1. 5. 3. 毕录。 1. 0. 2. 2. 2. 0. 3. 毕录。 1. 0. 2. 2. 2. 0. 3. 3. 4. 澳洲。 0. 1. 2. 2. 2. 5. 负3. 1. 法国击败澳洲及毕录后以6分领先C组。 虽然分别仅以一球之差击败对手,但一无阻他们出现的成果,相信即后的16强淘汰赛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 余下的一个起位则由丹麦及澳洲之争,现实丹麦以4分名列第二,澳洲则以1分名列第三,最后一场只要澳洲以两球之差击败毕录及法国同时击败丹麦,澳洲将会重夺第二反超丹麦。 第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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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 0,7,1,6,9,2,阿根廷,1,1,1,3,5,-2,4,3,尼日利亚,1,0,2,3,4,-1,3,4, 冰岛,0,1,2,2,5,-3,1,已出现,克罗地亚有机会出现,阿根廷,冰岛,尼日利亚,D组形式,本事大热的阿根廷却令人无比失望,先赛和冰岛集后以0比3不敌克罗地亚,出现机会微乎其微, 究竟真的是美斯责任吗?相反克罗地亚连取两仗后先升夺人,取得D组首个出现席位,下场面对冰岛若不败的话,便能以首名出现, 余下一个席位将会争得十分激烈,阿根廷,冰岛,尼日利亚三支球队都有机会出现, 最后一场阿根廷对尼日利亚将会是D组最关键的一场比赛,到时要看看阿根廷能否重新苏醒,一反劣势。 一组有机会出现,有机会出现,塞尔维亚,巴西,瑞士已出局,哥斯达黎加,一组,排名,国家,胜,和,负,得球,失球,得失球差。 几分 1 巴西 2 1 0 5 1 4 7 2 瑞士 1 2 0 5 4 1 5 3 塞尔维亚 1 0 1 2 4 4 -2 3 4 4 哥斯达黎加 0 1 2 2 2 5 -3 1 1 1组方面,暂时以巴西以4分占领第一位,但由于瑞士同样得4分,塞尔维亚都以1分之差落后至第三,最后一轮比赛分别为巴西对塞尔维亚,瑞士对1分之差落后至第三,最后一轮比赛分别为巴西对塞尔维亚, 至于出局的哥斯达黎加,幻言之巴西仍未有把握必定晋身16强赛事,塞尔维亚定币在最后一场取得3分方能有机会出现16强,这场生死战不是你死便我亡,相反,瑞士一方行事较乐观,最后一场面对已出局的哥斯达黎加只要不败,基本上已经笃定出现16强。 F组 有机会出现 有机会出现 德国 墨西哥 瑞典 南韩 F组 排名 国家 胜 和 负 得球 失球 得失球差 几分 1 1 瑞典 2 0 1 5 2 3 6 2 墨西哥 2 0 1 3 4 -1 6 3 南韩 1 0 2 3 3 0 3 4 德国 1 0 2 2 4 -2 3 这一组形式相对较复杂,除了墨西哥首取6分外,其余德国,瑞典同样紧得3分,而南韩则以0分包底。 但4队都有晋级机会,从4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会比较容易理解。 1. 以韩国角度而言,面对德国这场可谓生死战,虽然南韩现实仍未取得1分,但若下场能以大笔数击败德国,同样紧得3分。 2. 同时瑞典一输波而回,南韩将会与墨西哥出现16强,瑞典及德国也可能因得失球差出局。 2. 以德国角度而言,若合波则要视乎墨西哥对瑞典的比分,瑞典赢的话,德国就出局,而瑞典同样是合波的话,则要视乎得失球或红黄排数。 3. 德国若能拿下这场胜仗,则可取得6分,瑞典输或合,德国都可以晋级。瑞典赢的话,则要视乎得失球或红黄排数决定晋级队伍。 3. 以墨西哥角度而言,只要经常合波,就已经可确保出现。若然墨西哥输波,德国赢波,则会有三队同时取得6分。则要视乎得失球或红黄排数决定出现队伍。 4. 以瑞典角度而言,合波的话,则要寄望德国合波或输波。若然瑞典赢波,德国赢波,则会有三队同时取得6分。则要视乎得失球或红黄排数决定出现队伍。 4. 记组。 已出现英格兰。 比利时。 已出局巴拿马。 突尼西亚。 4. 记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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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名。 国家。 胜。 得。 负。 得。 得。 求。 失球。 得失球差。 击分。 1. 比利时。 3. 0. 0. 9. 2. 7. 9. 2. 英格兰。 2. 0. 1. 8. 3. 5. 6. 3. 突尼西亚。 1. 0. 2. 5. 8. 负3. 3. 4. 巴拿马。 0. 0. 3. 2. 11. 负9. 0. 1. 集组情势方面较为明显,英格兰及比利时与突尼西亚及巴拿马实力有明显差距,现实英格兰列为小组第一,而比利时则为第二,两者同得6分的情况下,已经确定出现16强。 最后一场英格兰对比利时的比赛将会决定谁会是此小组第一,同时亦是两队在今届世界杯首预考验的时候。 1.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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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1.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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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